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不给他名单 其实大家都说他是不是因为知道太多事 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你想一下 谁最想抓他回来办阿扁 国民党时代 如果国民党时代最想要抓他 如果他知道太多事情 要把他灭口的话 应该是那个时候灭口 怎么会是这时候 这时候民进党执政 顶多就是不要他回来而已 因为回来很难处理 是 回来以后 你把他真的抓回来了 以后要怎么处理陈水扁的问题 那个才头痛吧 烫手山芋 对嘛 所以当然不要他回来 国民党人才无聊 不是 我说后面 那我们可以讲当初烙跑的那个时候 烙跑那个时候 烙跑那个时候我就 他是没有进管 他没有被进管 这是最纳闷的一件事 为什么没有被进管 第二个 当初陈水扁的案子是特征组办 特征组直属检察总长 对不对 这个很清楚嘛 我个人倾向于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个人倾向于 因为他去的时候他有买来回机票 我倾向于有人 劝他闭一下风筒 不一定会出什么事 也就是说他去的时候 并没有想要不回来 对 所以可能闭一下风筒 但是到中国之后有人跟他说 你不要回来 对 但是国民党执政 把他扁绊得轰轰烈烈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不用回来啦 也不回来啦 所以你说 你说那个事情 其实你注意看嘛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你说他珠宝的问题 他摆在西装里面 我觉得那个珠宝的问题就是 去了官邸以后就说要 拜托他保管的时候顺手 反正你以为两亿的钻石 有多几颗啊 你大气一点好不好 两亿的钻石 一小包就没有 就丢在口袋里嘛 所以有时候会为什么 都在口袋里 其实他并没有说不回来 但是后面是不是有人 通知他不要回来 那那个有人会是 谁消息知道这么多嘛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合理判断 因为他成聪明检察总长 其实那时候立法院通过以后 就传出来他去了 反方院他家吃饭嘛 所以兰医那时候也一直在打他 对 而且2017年3月 对嘛 反方院嘛 不是 没有 他通过同意拳以后 反方院那时候是你们 阿扁提的陈聪敏通过 是吧 2017年1月就通过了嘛 对啊 所以通过3月 不是 反方院出国 反方院出国是2008年 3月的时候去跟反方院吃饭嘛 往上吃饭嘛 对不对 然后马银酒 马银酒上来 特征组在办的时候 陈聪敏还是检察总长 我知道啦 所以那一场业业很关键吗 其实很多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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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也不認為 但是我就覺得 他們是好朋友 那你說他這個事情 大家最納悶的一件事 他為什麼沒禁管 一開始為什麼沒有禁管 這是最納悶的事 他就說當時他只是證人 誰說證人就可以 就說可以不用禁管 如果是重要證人 一樣沒有禁管 作證履傳不到 又沒有列通氣 他有被列通氣 特徵組的解釋是說 剛開始履傳不到 特徵組的解釋是說 他轉為被告 還沒傳訊 他就已經走了 因為他在當證人的時候 其實沒有到 那證人沒有道庭 沒有列通氣 特徵組的理由是說 因為他還沒有變成被告 那還沒有變成被告 所以要等到他變成被告 被告才能通氣 但其實證人履傳不到 一樣可以禁管 證人可以禁管 一樣可以 然後第二個一點 就是剛剛尚信夫所說的 為什麼當初沒有禁管 沒有限制出警 然後確定列通氣之後 老美說要拿我們抓人的時候 讓他名單裡頭又沒有黃芳葉 而且我所知道他是列在 特徵器號以後 他是一號 你說的那時候 沒有列到名單 是又換民進黨執政 這很合適 對啊 我去跟你說 民進黨執政幹嘛 馬英九執政八年一天到晚 都要引渡他 自己引渡不回來 你說什麼 馬英九一直要引渡他嗎 外面還有一個 也蠻離譜的傳言說 要用牛來換他 我覺得這是很離譜的 他應該沒有大到用牛來換吧 沒有 美牛的議題 在當時 馬英九上來的時候 是非常的棘手 所以我們只要看一下當時 危機揭秘 我覺得很多事情 就看美國的自己的報告 就危機揭秘裡面 透露了當時美牛的風暴 最後導致了誰呢 就是舒淇下台 當時國安會秘書長 所以剛剛為什麼提到說 會扯到美牛 是因為陳昭芝提到了說 好像他有聽黃黃燕講 馬政府上台之後 無所不用其極 一直希望把他引渡 引渡回來 然後可能就是因為美牛風暴 有條件交換 那當然對舒淇他們這邊 或馬辦來講 他們就馬上說 沒空沒一隻 就好像天后一半了 但是回顧當年 其實美牛你看 民進黨他就說 都是從天而降的禮物 你就可以了解到 美牛的風暴 我們現在看起來 跟美豬來比 差一塊 那時候真的頭髮毛會燒 所以對馬英九來講 或蘇起這些人來講 他們可能會想歪步 就是說 把黃燕引渡回來以後 那至少可以讓扁案 這個國務記號會這些 乃至於收購案 全部變成潘朵拉盒子打開 因為他是 Super重要的政策 Keep person Keep person 所以到時候 如果黃黃燕 真的回來了 美牛 這個就蓋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傳聞 對黃黃燕來講 他是有 心裡有準備 所以他才會透露說 萬一FBI真的上門來了 我自我了斷 他說如果FBI一旦上門 他寧可自己轟自己的腦袋 也不願意被帶走 他說這叫做事可殺不可辱 因為你帶回來 那個風暴更大 沒辦法收縮了 所以到此為止 我就控損 這個狀況其實 就是所謂斷線 他也知道說 這個風暴到我這邊為止 而且最主要是陳昭之 他聽他講的 他到他家裡去做客 陳昭之跟他先生都是醫生 那到了美國去演講的時候 黃黃燕好客就說 來我二人這邊 就住在他家 聽說把槍 子彈都秀給他看 然後將來要什麼那個 他都秀給他看 所以陳昭之講的這些 大家看得真的是餘心不忍 我們回來看黃黃燕 確實跟別家關係很好 他曾經說過 我會永遠照顧別家 當然我一定是支持他 要不要我懂他是他的好朋友 會照顧他跟家嗎 永遠會 永遠 不管他們發生什麼事 另外一個吳文青 其實對黃黃燕而言 那真是成也貶家 敗也貶家 不過因為剛剛提到說 黃黃燕在美國 是不是用美牛去換 我老實講我比較保留 為什麼 因為其實台美之間 在2002年3月的時候 就有簽一個台美刑事的 那個司法互助 但重點是什麼 它是針對刑事的部分 這就有點像是台灣的人 有的跑去台流去 你說兩岸有沒有共同打擊 司法犯罪 有啊 他不幫你辦你就沒辦法 所以這裡面當然一定是 有政治力上面就不去辦 所以現在民進黨用開放美租 換他不要回來 那當然可以被這樣延伸 可是我們去講 所以我剛剛就講 你有兩岸 台美就有司法互助 但是他是針對刑事的部分 所以有沒有可能說 我今天換了這個之後 我就把它給抓回來 美國也沒這麼說 所以他一定有政治力在那邊 就是不讓他去動 可是你剛剛提到說 他跟扁家的關係 說真的 撐也扁家 敗也扁家 扁家有很多的民間友人 但是像黃芳燕這種比較高調的 老實講也不多 為什麼 他不隱瞞 很多人大概都說 民間友人很多人就低調低調 他不是 他都公開都講 我跟扁家關係很好 所以最有名就是 你剛剛看到的那個畫面 當時阿扁卸任之後 記者去問他說 你跟扁家關係這麼好 你會不會一輩子什麼 會不會照顧那個阿扁全家 他的講法就是那樣 他說會 會永遠照顧 所以今天網路上就有講 說你真的一世人為了扁家 為什麼你為了扁家的案子 逃亡到 流亡到美國去 不管你在那邊過得好不好 那是每個人標準不一樣 你跟我說開台票 在美國買家 你跟我說他過得不好 我也不能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家觀感的問題 可是你說他跟扁家裡面 我講真的 他自己不避諱跟扁家關係就算了 我剛才跟一夫哥在開玩笑 我說以黃芳燕的狀況 他是什麼你知道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他世事關心你知道 因為他關心的東西 已經不是只有說 我跟你民間友人說 我關心你家裡的事情 他很多東西都拿他們出頭你知道 你這個出頭 就難怪會有很多人 會去質疑講說 你黃芳燕會不會私底下 有幫阿扁喬事情之外 你還有很多人是透過你跟阿扁 喬事情 這個就是你 因為你都很高調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像之前講說兩次的這個扁宋會 也都說是黃芳燕自己本身 是什麼 他是什麼傳話人 還講到說什麼 扁宋會 他是傳話人 說是什麼 有人透過這個黃芳燕 去講說宋楚瑜想跟阿扁見面 結果黃芳燕還講了說 擇日不如撞日 就趕快聯絡了 後來你看那時候媒體新聞 還報導講說還有什麼 一帶一個別墅裡面 安排會面 結果是講那個別墅的主人 就黃芳燕 所以我就講他有很多的東西 他其實通通都也自己不必會 比如說 他都會常常講說 他去總統觀點吃飯 一般的人就就說 你去總統觀點 不要說你去家裡跟他資料不錯 這個到這邊 通常一般人就頂多炫耀 到這一段為止 對不對 可是黃芳燕可以自己講說 我常常去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去那裡吃飯 但這吃飯不是說我要吃一個粗飽 因為他說 我是代替世衛進行餐食的驗毒 說這不無聊 這你當初是 意思說他是嗜毒官就對了 以前黃芳燕吃飯 是要拿銀筷子 銀湯子也動一下 看有變黑色的嗜毒 你那時候你出來講這個話 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就算說你關係良好 需要這樣 對不對 你要搞得好像阿炳問題 我說我跟他們打官的好到什麼聽到 他怎麼沒吃 我可以先吃 對 菜燉上桌之後 他們家裡人都還沒有上桌 我就可以先吃 所以管理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講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你喜歡黃芳燕的人 當然會覺得說 對 他有很多的東西 大家會往正向去解讀 可是我就講 你這麼高調的民間友人 把很多事情都拿出來講 包含到什麼你知道嗎 甚至說阿扁的女兒陳姓宇 也認她做乾女兒 對不對 做乾女兒 我覺得這個都正常 人情義理 這有什麼問題 但你可以為了這種東西 鬧上新聞 我就覺得這也很厲害 有什麼 說什麼 說會跟趙建民有關 所以有一次趙建民晚上晚回來 陳姓宇就不高興 結果是還說完假你知道 黃芳燕也出頭 我就說真的 這個乾爹就管太多了你知道嗎 出面完了之後 媒體還報導講說 趙建民因此而不高興 還去跟吳淑貞就是去講說 怎麼會怎麼連乾爹就跑出來 吳淑貞跟他說我叫他去 不是要怎樣 清關難斷交務事吧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基本上阿扁有很多民間友人 其實很多人很低調 我們老實講 我們自己採訪也都知道 就是連陳姓瑜跟老公吵架重設 他也不管 阿扁自己也要講話對不對 阿扁會愛 他還會寫書 對啊 以前其實阿扁以前 我覺得他當總統的時候 比較不亂講話 就是他不會 對不起 不是亂講話 他比較不會去到處爆料 可是他的時候被關起來的時候 第一本就是關不住的聲音 真的什麼東西都講你知道 家事國事天下事情也都在講 那時候就提到說什麼 說陳姓瑜有一個前男友 前男友不是趙建民嗎 我不要說而已 說什麼前男友 因為他其實講到說 這個前男友 阿扁自己還講說 他這個前男友是因為什麼劈腿 所以趙建民才趁虛而入你知道 你怎麼自己的警察說趁虛而入 這也真是說 但問題不是這段 問題是說什麼 問題是說這個前男友 因為他們就 因為扁家的說法 所以阿扁的說還是說 他去跟人家劈腿或什麼的 結果這個陳姓瑜 還把這個事情去跟這個乾爹訴苦 就是跟黃芳燕訴苦 訴苦完了之後 黃芳燕還委託 我就說 現在是書裡面寫 黃芳燕委託當時擔任 北投分局長的吳正吉 去查人家的那個事情是什麼 那個在農總工作的那個女的 叫局長去查女兒的男友住在哪裡 書自己寫的啊 還找人出來談判 公器適用 我跟妳說這真的違法 我要老實講 結果呢 結果跟人叫出來談判 叫出來談判 後來人家這樣 而且當時那個男生也不在 情節不光做沒有人跟總統的女兒 還是總統的學生談戀愛 真的恐怖 因為這裡面其實後來 因為陸陸續續有很漂亮 沒有 劈腿啦 沒有啦 最終根本不是劈腿的 我談戀愛當然很恐怖 你談戀愛有一點人他不高興 他爸爸會查你家住在哪裡 叫警察局長去找你麻煩 亮亮這個講法 我要幫人家講一下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不講人家名字 因為那是單方面的說法 因為媒體也有出來講說 人家南方那邊講說 根本就不是這樣 但我們很多話 我們不會拿出來說 所以我剛剛強調的 不是那個過程 我剛剛強調就是說 民間友人很OK 黃芳燕為了阿扁 他這樣願意兩肋插刀 東西都外了 拚去美國 我覺得喜歡他的人 會覺得說他有情有義 但是民間友人做得這麼高調 我說很多也很少 黃芳燕不是兩肋插刀 那是兩肋插四刀 好 來 插多少刀 國務機要廢案 搜狗案 很多案 很多案 我覺得你 大家都在講黃芳燕 黃芳燕跟官邸之間 跟吳淑貞關係跟什麼關係 我舉兩個案子 我舉兩個例子 阿扁 那時候我要選連任的時候 有一家媒體 有一家媒體 一直在寫吳淑貞炒股 連幫他在證券公司 幫他開戶的 幫他什麼什麼都出來 因為我為什麼這麼知道 因為我剛好在那一家媒體 就你寫的 是你寫的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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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一直在寫寫寫寫 那到最後把所有的證據 都有攤開來 確實吳淑貞在買股票這一方面 炒股這一方面 好 這有趣了 那陳水扁就出來 那時候要選連任 那時候又連送 連送 連送和 所以也很強 就要出來道歉 陳水扁出來道歉 陳水扁自己先出來道歉 那人家跟他說不行 你要道歉不行 還是要叫吳淑貞出來 怎麼樣 全部人連陳水扁 你都問我自己道歉 我都不敢叫吳淑貞出來道歉 誰敢叫吳淑貞 他說黃黃燕 就叫黃黃燕去跟吳淑貞說 出來說明一下 吳淑貞後面有沒有出來 你少聽黃黃燕的話 後面有沒有出來 有 前面是誰先講話 黃黃燕先講完了以後 再歸吳淑貞講 說我以後不炒股了 所以你就知道黃黃燕 所以他講他不會叮噹 黃黃燕的講他會叮噹 黃黃燕去講的 黃黃燕去講的 結果那個記者會是陪黃黃燕 陪他出來開的 陳水扁比阿批來傳台南館 所以有一種車禍 對 就是黃黃燕照顧他的 不是 我在講 但是他老公叫他出來道歉 不好 黃黃燕 黃黃燕他講這五號就對了 黃黃燕他這種大兒子過世 然後接下來隔了一年 好像是他老婆過世 所以那時候他心情非常沮喪 有時候心情很當 這時候是動不動 吳淑貞 阿扁動不動 是要把黃黃燕叫到民生御所來吃飯 陪他 不是叫他來陪我們 是去安慰他 對 陪他 陪到後面這黃黃燕跟人家講的 前面有跟人家講到說 阿扁 吳淑貞要幫他介紹女伴陪他 好 就女友 女伴陪他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關係是好到這個樣子 關係是這樣 319槍擊案的時候 聽說發生的時候 剛好吳淑貞跟黃黃燕在官邸吃飯 你看他們關係多好 那這個關係很算 那另外你要說談到搜狗案 是另外一個很典型的案子 因為搜狗案裡面有誰在裡面 有誰在裡面 第一個 蔡振宇 蔡振宇跟扁家也是相當好 蔡承陽跟扁家關係也相當好 蔡宏圖 阿扁的同學 阿扁的同學 這三個基本上都跟扁家有一定的關係 當時維豐 維豐收狗大戰還記不記得 是 收狗大戰 大戰完了以後 維豐去買了收狗的不知道幾%股票 然後他有進官邸 廖偉智進官邸 跟吳淑貞碰面 後面是蔡承陽進官邸 跟吳淑貞碰面 直接問吳淑貞 就說聽說廖偉智有來 跟收狗的案子你有沒有答應他 吳淑貞說沒有 吳淑貞說他有提出來 我不置可否 那蔡承陽跟吳淑貞說 那我打算要收狗 吳淑貞你要的話我一定幫你 結果誰拿走 跟官邸關係反而不密的 徐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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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這幾個人全部出來 拜 結果徐旭東跟官邸 跟這些人比起來最沒關係的 人家那有水餃禮 好 水餃禮 其實當初應該是這樣 水餃禮會送水餃去總統府 沒有 是林華德 主要的國票那個林華德 李恒龍那時候找林華德幫忙 他跟張家 然後林華德後面 弄來弄去知道吳淑貞出來的時候 他就找了誰 他就找了 傳聞是他幫李恒龍簽徐旭東的縣 然後簽徐旭東的縣 那黃芳燕當時是在幫誰的忙 幫林華德的忙 收狗案是在幫林華德 反正各方人馬自由靠山 所以那時候阿扁下來的時候 國民黨 也不是阿扁下來 那時候他們國民黨 在打案子的時候 連任打案子的時候 他們立委有分組 有分了什麼組什麼組 其中有一個收狗小組 是雷倩當著急的 雷倩那時候就把張啟民 跟李恒龍的通話紀錄拿出來 通話錄音帶拿出來 裡面就聽到 裡面就有李恒龍說 黃芳燕跟吳淑貞已經講好了 蔡成陽出來了 本來要硬幹了 但是因為黃芳燕 黃芳燕出來了 然後就說 意思裡面的通話內容 大概我也不念原文 大概那個通話內容 被錄音的通話內容 是李恒龍說 黃芳燕出來 黃芳燕跟吳淑貞說好了 在30號以前 誰能夠把錢拿出來怎麼樣 就給誰 然後還排順位第一 什麼蔡振宇 第二誰 第三誰 那為什麼會有蔡振宇 因為SOGO當時的那個聯名卡 是蔡振宇當董事長 那個最後合併到國泰 變國泰四華的那一家 那一家的那個發的卡 發的卡 所以那時候他發了那個卡以後 他發SOGO的聯名卡 他就是信用卡 那時候發卡公司 他做那個信用卡以後 他好像跳到第二名還第三名 馬上信用卡 發卡量馬上大聲 所以那時候蔡振宇 然後蔡洪圖 蔡洪圖是支持蔡承陽 蔡承陽 因為也是為了信用卡 所以他是找了蔡承陽出面 要對抗李恆榮 所以那一連串的過程 那你看他們這些人都這麼熟 結果到最後呢 李恆榮說 黃茂德還黃茂德 黃茂德跟黃芳燕碰面 然後李冠軍跟黃芳燕碰面 他們都在談談得差不多 講那個過程 黃茂德是 黃茂德是徐徐龍的特助 李冠軍是徐徐龍的財務長 跟黃芳燕談 這是李恆榮的錄音帶裡面 李恆榮跟張家通電話的時候 被錄音錄下來 可見黃芳燕在扁家的地位 甚至有人用權傾醫師來形容 當時的黃芳燕 那今天阿扁特別 包括陳志忠都特別談到黃芳燕 在當時SARS期間 其實幫助整個抗薩的過程當中 做了很多決策 甚至稱他是抗薩英雄 當時他到底做了什麼決策 SARS發生的時候群龍無首了 尤其是台北和平醫院這個豐院 造成醫界有很多的雜音 那大家知道黃芳燕的關係 可以直達騰騰嘛 所以他就求見阿扁 阿扁馬上召集了 所謂36小時作戰計畫 在中頭五裡面開會到半夜2點 然後拍板決定 啟用了那個松山空軍總醫院 就807醫院 把和平醫院的 所有的這些SARS的患者 全部集中專責 黃芳燕本身當總指揮 而且聽說生死狀 遺書都寫好了 交給阿扁 因為大家不知道說 現在下去會死的我 不知道 所以阿扁是說 他是抗疫抗薩的 這一個無名英雄 兩個告別怎麼會好 剛剛一直提 各位看一下這個李登輝的 李登輝當年 陳水扁就是這個是一個 最大的轉折點 前一瞬來報索 吳淑貞出車禍 所以在李登輝的日記裡面 都把它收錄了 出了車禍送到台大急診 就是黃芳燕照顧 後面的物理治療是黃芳燕太太 所以黃芳燕兩個 跟吳淑貞說 旁邊的那個革命感情 就是把它開始了 黃芳燕一死 確實有很多秘密 恐怕就沒辦法解開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